哈喽,大家好,我是紫桃老货的老货哥,今天来到了德州大运河古安城 今天的餐位是非常非常的多,大家转一转看一看,今天能够跑到什么便宜实惠的老货 咱们看一下,今天餐位确实是非常的多,早起现在是6点多钟,人已经很多了 这时呢,咱们像经常玩老货的,时间比较长的人呢,比较懂老货的人呢,咱们就是大眼的一看就行了,像这些东西呢,都是仿骨件的哈 然后呢,什么餐位上有老东西,这个呢,也不用弯一腰去看,像这个都是仿的 然后我们这个青花这个盘子哈 大青同志年质,这怎么卖的 一万,一万哈,就是属于官腰的这种盘子 本来写的非常的正,青花呢,就是一看的非常的漂浮 修台修部也不对,右面非常的亮火气,你看这是假的哈,要一万 像这些东西呢,你看,这几个盘子呢,这几个盘子呢,这几个有几个是仿的,这是仿的 你看这个是仿的,这是仿的,它能看出来吗大家,它这个底,包括这个右面青花哈 你看,这也是仿的啊,你看这个房子,这怎么卖的啊 啊,这个600,600啊,价格合适 对啊,这也是仿的,看这个材料了吧,看上去的不舒服的 就是经常,经常玩老货的人,一看就能看出来啊 一个小共盘,有刻字的,那小共盘,这怎么卖的 四百五,有刻字的还四百五啊 所以说你看,你看这些东西,这都是现代的,现代的工具品 根本没必要看啊,咱们来看这边啊,这个呢,就是它搞批发的 就是咱们仿主持,景德顿的仿主持,搞批发的这边啊 量非常的大,嗯,我们看一看啊,量特别的大,也不是一些仿主件啊 这些呢,价格呢,比较低一些,嗯,包括我们这个稻荷,嗯,观音瓶,嗯 那边还有咱们这个甘芝梅的小苹果粽,嗯,价格应该都不贵 包括我们那些糊呢,啊,开市少保的糊呢,这些呢,都流入了我们各大的这个主玩城,主玩店啊 包括我们的地摊,就是一些防骨的东西啊 大家呢,好多呢,新手呢,都会买这些,这种东西啊,因为它比较完整啊,价格呢,又比较实惠啊 当然咱们说,它是小苹果粽,这个就是这个啊,这个就是这个啊 所以说呢,咱们这种防品的东西还非常多的,防不胜防啊,有的呢,现在这个老货桃里面,也会参加那些新东西啊 包括我们这个,这个瓶,咱们一起讲这个瓶,这瓶怎么卖的这个 1800,1800啊,嗯,价格呢,价格还可以啊,嗯,新的,嗯 Hello,大家好啊,我是纸淘老货的老货哥啊,俗话说的好,入队圈子跟对人啊 今天呢,老货哥呢,去了一趟古玩地摊啊,给大家呢,淘来了好多的学习品啊 其中最后一件呢,是非常精美的啊,这一件呢,不是地摊淘来的啊,我们最后得看啊 那么今天呢,可以说呢,是周六,也可以说呢,是咱们这个藏友的会让日啊 就是说,给大家呢,淘一些比较价格实惠的,能上手学习的啊,一些好东西啊 那么,地摊上呢,不是所有的东西呢,都适合逃回来啊,那么老货哥呢,也是有选择的啊,给大家呢,淘一些,能上手学习的,价格又实惠的,这些老器物啊 那么我们先看第一件啊,第一件呢,经常出现在老货哥的视频当中啊,这个呢,就是一个青花缠织的这么一个小碟子啊 有的人呢,会把它叫做太阳花的一个小碟子啊,像这种碟子啊,我们看一下啊,就是线描线画的比较细,再一个呢,发色的比较蓝眼,这个呢,就是一个清中期的啊 基本上时期呢,就是家道的啊,就是我们嘉庆道光时期的啊,像这种东西呢,是毋庸置疑的,是一眼老的东西啊,就是我们不懂的啊,瓷器的人呢,一看呢,一上手一看呢,他也是一件老物件啊,这个呢,嗯,我们看一下底下呢,会有一个款式啊,这个款式呢,就是一个简笔款啊,后面呢,有三品,代表着折织啊,那么这个盘子呢,口径,给大家量一下啊,就是14点多啊,14点8啊,这个盘子呢,品项呢,是有一根冲线啊,但是呢,价格呢,是十分的实惠啊,这根冲线呢,并正面呢,并不是很明显啊, 我们看了,就跟鸵丝一样啊,细啊,然后其他的就没什么毛病了啊,喜欢的话,就给大家一个上手绝缘价啊,就是88块钱啊,大家就拿回去什么呀,装个瓜子,糖果,当个糊成,杯成啊,或者是我们就是装茶叶啊,或者是我们有那喝黑茶的,在上面啊,可以什么呀,当那个垫盘啊,可以剥个茶叶用啊,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件好东西啊,用水非常的好,发色不错,现在就是说,呃,百十块钱能买啥,是吧,就是说这个老东西的话,是很难用这个一百两百的买到的啊,呃,我们第二件呢,依然呢,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是一个粉彩的啊,就是, 给大家很少上这种粉彩的东西啊,这个老郭哥呢,看这个盘子呢,还非常完整,而且呢,底下的款式非常的不错啊,底下的款呢,大家看,呃,非常的清洗,非常的正啊,而且我们看一下写的是鱼顶顺灶啊,这个鱼顶顺啊,呃,字迹非常清楚,而且呢,非常的工整啊,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啊,上面呢,材料上呢,会有这种蛤蜊光啊,这个呢,都是开门特征啊,包括我们这个胎底,大家看了,这个胎底啊,也是非常典型的晚清明国时期的这个胎底啊,然后呢,再看一下右光啊,右光呢,也是有时代特征的啊,经常呢,在使用摩� 啊,就材料上多少有一点摩擦痕,然后呢,口颜呢,是完整的,没有任何的颗皮重现,小医药都没有啊,可以堪称是全美品啊,接近全美品的东西啊,1480厘米啊,口径啊,这个呢,也是给大家一个成本价格啊,就是128块钱啊,这个呢,基本上呢,淘来呢,就110啊,就给大家包过油啊,不够手工费的啊,那么我们看这一件啊,这一件呢,时代呢,就比较早一些了啊,因为我们常玩老过的都知道啊,像这种遮掩碗呢,它的时代呢,基本上都是清早的啊,出现的清早啊,我们有碗的叫做斗笠碗啊,大家 大家看一下,倒过来是不是像一个斗笠一样啊,所以呢,它的时代要早一些了啊,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上面的花纹跟那个青花啊,我们看这个青花啊,青花发色呢,非常的蓝艳,而且呢,吃胎的痕迹非常的明显,大家看一下啊,碗正中间呢,它是一个花纹,然后呢,正中间是一个万字纹啊,边上呢,会有三个开窗啊,三个开窗里面呢,同样的是画的是山水画,或者是花卉纹啊,边上呢,我们管这个叫做锦地纹啊,锦地纹,这个碗的时期呢,基本上呢,就是康熙,雍正,乾隆,就是这三朝的啊,像这种斗笠斩啊, 啊,流行在那个时代啊,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背面还有花纹,这也是一个万字纹啊,这是一个佛教文士啊,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呢,是纹,这个纹呢,就是一个花卉的纹啊,底下呢,会有一些鱼彩啊,然后呢,这呢,会画一个双圈啊,我们这种呢,迷谣呢,就是什么呀,大开大合,画的呢,是非常的流畅啊,就是大家看见没有,古人作画啊,像我们这种迷谣的东西啊,画的呢,是非常的流畅啊,就是非常的随性,非常的随笔啊,就是给人一种什么呀,非常豪放的这种感觉啊,我们,那么我们这种迷谣呢,就是 就是大开大合,非常豪放,非常粗放的这种啊,性格展现在我们面前啊,就是一看呢,就是非常的舒适啊,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右光啊,右光的看一下啊,非常的滋润啊,包括这个胎啊,底胎,胸胎,胸无方式啊,这都是清早期的啊,啊,这个呢,也会给大家一个标本价的价格啊,因为它会有一个冲线,我们看会有一个冲线啊,这个里面呢,看到没有,里面并不是十分明显,就一条冲线啊,还是不错的啊,强度没问题,我们盛水,好多藏友呢,拿它回去养水先啊,放一个大蒜头,养水线啊,确实是非常不错啊, 给大家一个超低的价格啊,喜欢的话啊,咱们就是158块钱啊,150淘来的,158给大家包邮啊,而且呢,还赔,可能还赔几块钱啊,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啊,我们看这件啊,这件呢,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豆青柚的盘子啊,确实是发色呢,右光呢,非常美,其实我们豆青柚玩什么呢,豆青柚的盘子呢,主要就是玩它这种柚色啊,首先呢,它发色呢,一定要美,要纯正啊,就是豆青柚或者是发粉青啊,这种颜色啊,就是我们非常好的这种颜色啊, 尤其呢,像这个盘子,这个盘子发色就非常的好啊,然后呢,盘边呢,会有金边护体啊,我们看一下啊,这会有这种小黄边啊,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底款啊,底下呢,会有一个款式啊,这个款式呢,也是一个简笔款啊,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胎质,胎质呢,也是我们青东期时期的啊,这种胎质啊,糯糯的,黄黄的啊,背面呢,也没有什么任何的问题啊, 这个盘子还是品价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就是接近了全美品啊,没有磕碰,飞皮冲线啊,就是基本上是属于全美品的东西啊,而且右色非常的美啊,喜欢的话啊,就联系老货哥啊,180块钱啊,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合适的啊,160淘来的啊,180会让给大家啊,这个呢,就是回去当一个湖城啊,或者是就是欣赏就行了啊,单色柚的东西啊,非常美,非常漂亮啊,最后一件啊,最后一件呢,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件藏品啊,之前的老货哥呢,也给大家算过啊,像这种东西呢, 大家一看就看出来了啊,一看的就是我们民国时期的啊,甘枝梅的啊,一个粉彩的,一个小管啊,确实是非常的细骨,非常精致啊,我们看这个甘枝梅画的啊,我们见过甘枝梅的东西也不少啊,这只甘枝梅,大家看我们画的呢,是非常的流畅舒展啊,而且呢,疏弱有致啊,呃,布局布局的非常好,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折枝主干啊,这是主干啊,然后呢,再看一下这个折枝,甘枝梅这种画法,这种折枝啊,画的非常的美,然后呢,分出来这种小枝,小枝上呢,是梅花啊,梅开五幅啊,梅花 呢,梅花开的五幅道啊,大家看一下这个梅花是五幅的啊,这么看这个,这种梅花是五幅的啊,这么看呢,这种梅花是五幅的,而且呢,画的呢,是非常的细路啊,确实是非常的好看啊,这呢,而且写的是梅开五幅啊,呃,这后面呢,会有一首诗句叫做梅战春光啊,这个呢,是一个我们民国时期金工细作的产品啊,为什么说金工细作,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它的胎啊,跟这个右光啊,就能看出来啊,呃,胎白夫美啊,用的胎呢,非常的白,淘洗非常的干净,也就是说用的顶级的上好的这种瓷土,也就是说我们所 我所说的景德镇的高领土啊,确实是啊,包括里面啊,里面呢,看着呢,也是啊,非常的白啊,比较糯一些,比较干净啊,就是这个碗身上呢,很少有所有,有小黑点啊,就是说,呃,它呢,是一个当时一个金工细作的一件东西啊,而且呢,底下呢,会有一个款石啊,江西啊,永圣祥出品啊,呃,而且我们看一下胎,看见这个胎了吗,这个胎呢,也是非常开门的,典型的我们那种,晚清民国时期的胎啊,就是民国啊,而且的右光啊,非常滋润啊,呃,这个小碗能干什么用呢,就是喝茶神器啊,就是一个大碗茶啊, 那我们量一下口径,口径并不是很大啊,就是11.4啊,不到11.5米啊,呃,喝茶呢,是非常不错的啊,尤其呢,像这种东西呢,大家呢,可以什么呀,可以像8月15啊,10月1啊,或者是给老人祝寿啊,给送给亲朋好友啊,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件东西,是一个全美品啊,就是我们买一个小几盒放在里头啊,这个呢,要是比呢,拿上,比拿上两瓶那个五粮液要强得多啊,哈哈,确实是啊,非常不错的一件小精品啊,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啊,像这种东西呢,市场价呢,一般呢,就是134,145左右啊,这个呢, 老朋友给我给大家一个超级价格,喜欢的话,咱们就1180块结缘价啊,东西呢,是全美品啊,绝对呢,是值得我们收藏的一件好东西,一件小器物啊,这种精致的东西呢,上手的感觉呢,确实是给人不一样的感觉啊,上手呢,就非常舒服啊,然后看上这种画片呢,而且呢,是让人呢,心情愉悦啊,呃,实物呢,应该是比我拍出来的更漂亮啊,大家呢,有机会的话,有结缘的话,上手呢,去抚摸一下,去看一看啊,体会一下这种老器物这种感觉,再体会一下我们古人啊,所做的这朵梅花啊,是什么意境,什么 心境啊,确实是值得我们收藏的一件小小东西啊,那么今天的视频呢,老货哥就给大家拍到这里了啊,喜欢老货哥的视频,别忘了在视频的左下方,帮老货哥长按三秒钟,点一个超级的推荐啊,老货哥呢,也是费一上午的时间,去给大家逃货啊,回来清洗啊,然后呢,上视频再录视频啊,东西呢,虽然不值钱,但是呢,也是占用了很多的时间啊,希望呢,大家呢,收到的能喜欢啊,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收看啊,好宝贝,就找老货哥139-318-17666